台北市场柯文哲现在除了拼市政 对于他接下来的接班人也是热门焦点 特别是他在接受平原媒体专访 时谈到2022的首都市长大选 左右开工打蓝绿最强战将蒋万安 还有陈时中没有经过测试 提到自己的领导统预分数 他自评只有60分 如果要选总统的话还没有资格 而对于外交策略他是坚持不抗中 只是这一席话再度遭到 最大柯黑王世坚开呛 爆料北市府的三名副市长都只想到选举 整个市府好像变成了选举农场 大青蛙爱吹牛学习谦虚 北市议会总质询柯黑王世坚 送上大礼杠柯文哲 顺便爆料北市三位副市长都想参选 你这从哪里听来的 柯团队选举培养你 现在行政院的那些部长 哪一个不是选举的 到底懂不懂这个政务官的制度 博士市政团队只顾选举 但柯P接受平面媒体专访 谈2022首都市长大选 左右开工打蓝绿最强战将 蒋万安 陈时中未经测试 谁是接班人 又成话题 市长应该是他还是要有训练 接班人就是黄珊珊对不对 不要说接班人 有意愿的人大家都来 来进来熟悉 领导统预上 你给自己打几分 比较差的 这个大概60分 我是一个执行者 不是一个那种什么 可以鼓舞大家 不是那种很温暖的人 所以你现在还没有领导人的资格 对 国家领导人的资格 对 谈称自己当总统不够格 但进军高位前 看现任总统蔡英文执政 美株外交议题再提中央 台湾政府作为一个主权 独立的一个政治实体 也不见得美国讲 什么全部照单全收 不同有专业的看法 他也要找人出来跟我辩论 一个当到一个总统被申辩保 你觉得他该不该去做 国内社会和解 连阿扁特色他都不肯了 我还讲这边 亲美合路 顾本你知道 台湾自己要够强 不是说抗中 除非人家要欺负我们 定调自己美中台战略 摇摆不押爆 指示选民是否买单 成为柯文哲 突破60分 加分关键之一 记得陈武强 干二弟 周伟杰 SNG小组 台湾到